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鑽魚 今天是2022年11月8日 星期二 這節先和各位網友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治安情況 首先說街頭又斬人 今次是波及旅途人 有片 有真相 和各位一起看看 零邊商今早新鮮滾熱 有一宗非常恐怖的罕見意外 話說有個男人掉了銀包 落了街邊的坑渠洞 結果他去撿銀包的時候 不小心掉到坑渠裡 兼且是愚力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 零邊商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鑽魚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長沙灣泰籍男子揭開渠蓋撿銀包 倒立即跌落兩米深的坑渠裡 是匿幣 報道的內文是感假長沙灣發生離奇死亡事故 今天11月8日凌晨4時多 一名外籍男子 行經長沙灣海達川海城樓對開 懷疑不小心掉了銀包 而銀包剛好透過路邊的坑渠蓋 跌落落落兩米深的坑渠 視主建狀自己搬開渠面兩片三角形渠蓋 本身探入渠內打算收拾銀包 誰知失平衡 整個人好像倒數沖一樣 跌入坑渠內 附近一名海達川保安員 見葬 報警求助 警方和消防員港智 發現視主上半身浸在坑渠水內 失去知覺 即時救起已經陷入昏迷的視主 送往明愛醫院搶救 可惜其後是證實不止的 警方初步調查 死者是泰國國籍 63歲 持有香港身份證 相信事主是試圖收拾物品時意外墮渠 稍後驗屍 確定死因 消防和警員其後再用工具 抽走坑渠內的積水 並找回相信屬於死者的黑色銀包 怨死者安息 這個意外相當罕見 街邊有些渠蓋 於是那個人不小心掉了銀包在渠內 渠與地面之間也挺高 結果他一失平衡掉下去 兼且上半身浸在坑渠水內 再遇溺 死亡 令B商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影片 根據HK01的報導 年初游麻地斬人案的影片曝光 男子遭到兩名刀手追斬 女徒人嚇到狂奔 報導的內文是 游麻地今年3月14日發生斬人血案 當時有一名54歲姓梅的男子在街頭遭到兩名刀手伏擊 新眾多刀是宋苑 事隔近8個月 案發時的影片近日在網上流傳 令到事發的情況曝光 片段更見到先後有兩名女徒人跟刀手的距離很近 其中一名女子更差點被波及 在場急奔逃跑 事發現場在上海街2809號對開 事發時間在當晚8時多 網上流傳的影片相信是裝設在附近的閉路電視拍攝 只見身穿黑色外套白色上衣的男事主 當時揭起白色七人車旁邊 突然有一名穿黑色的蒙面男子 遲利刀衝出 事主來不及擋 曾經嘗試用手擋刀 但似是被斬傷 需要負傷逃走 當時一名女徒人跟男事主 他們最近只有兩步左右 見他遇襲大嚇一驚 因為怕被波及搶先跑出馬路保命 HK01案件向警方了解 獲回福指 案件暫時未有人被捕 大家看到相關報道有相關片段曝光 原來是來自之前的一個斬人案 而且清晰可見兩位女徒人差點被波及 嚇到雞飛狗走 男事主被斬多刀後 多位兇徒上車走 另邊商HK01問過警方相關案件的最新進展 警方回覆指暫時未有人被捕 另外亦跟各位網友跟進另一件奇怪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元朗不明私家車撞青年命危 距離現場3公里外的奧迪遭到縱火燒車 報道的內文是屯門府地黃岡圍路對開路邊 今天凌晨3時多發生火燒車事件 一輛黑色奧迪斯加車突然起火 瞬即火光紅紅 並且一度傳出爆炸聲 附近大廈保安員建造連忙報警 消防員到場開喉罐救 瞬即將火勢救色 全車燒到通白 仿如廢鐵 只有車頭保持較為緣好 當中左奔把和鬼面罩有損毀的痕跡 消防經調查過後對起火原因有可疑 交由警方跟進調查 案件列作縱火案處理 剛好事發約莫5小時前 距離火燒車現場約莫3.3公里外 有一輛不明私家車撞到一名14歲的青年不顧而去 警方正在了解兩宗案件是否有關聯 交給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新聞當中所提的另一宗新聞亦有報導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14歲少年元朗被私家車撞飛危殆 冷血司機開車不顧而去 報導內文是這樣的 元朗發生冷血司機撞倒少年不顧而去的事件 在昨晚11月7日晚上近10時 一架私家車沿青山公路平山斷網屯門方向行駛 當駛至灰沙圍附近一個交通燈位 撞到一名正在行人輔助線過馬路的少年 少年當場被撞飛十幾米 倒臥血缽之中昏迷 令人發指的是私家車未有停車 絕塵不顧而去 有途人發現意外報警過後 救援人員沒多久接報趕至現場 發現少年是重創昏迷 將他送往屯門醫院搶救 據悉目前情況危殆 現場消息指 雙者是14歲就讀中三的男學生 警方正在返向附近車房等地點閉路電視片段 追測涉案私家車和司機下落 願這位少年能盡早康復大步纜過 不過據報他目前情況危殆 令B商相關懷疑涉事的私家車 在幾小時過後突然被燒車焚燒 未知兩宗案有沒有關係 仍有待調查 各位老友記平日出街近期交通意外特別之多 有些都不知是否意外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另外轉體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釣魚客在中環海旁釣起大龍等 疑似是放山魚 野起爭議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香港街市魚類海鮮研究社發帖文 表示在今天11月7日下午經過中環海旁的時間 表示在昨天11月7日下午經過中環海旁的時間 發現有釣魚客竟然釣起一條巨型龍等 不少套人紛紛為官舉起手機拍攝 照片流傳過後引起不少討論 質疑這條龍等是部分善信 胡亂放山之下的犧牲品 網上流傳的照片可見 這條龍等相當重 想釣過後越多人合力才能撈上岸邊 據觀察魚身大約有三隻成人腳掌 即約摩70厘米的長度 並已經遍體淪傷 眾人打量一番過後 釣魚客沒有將魚獲帶走 而是將牠釣到海裡 照片流傳過後引來熱烈討論 不少人質疑這條巨型龍等 過去應該被善信放山 擔心會破壞生態 就說就是牠吃光了石狗公 亦有網友說本來在這裡生活的魚 全家都被牠吃光了 亦有人質疑這條龍等已經負傷 再放回到海裡生存機會渺望 非常諷刺的放山很有機會成為殺身 因為你放下去的時間根本未做好準備 結果再次發生釣魚客釣倒龍等事件 也不是第一次了 謝謝各位尤其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繼續努力拍片 更守崗位和大家由早到晚 緊貼香港各大最新最快最實時的消息 我是鄺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